因为当时这个房价比较便宜嘛 当时27万多吧 一是我们比较喜欢就是在country life一点 然后我们可能也比较喜欢地稍微大一点的房子 我家地一共是530平方米 然后是50万吧 这个嘛这个是琵琶树 这个是我同事之前给我的那个苗 三年已经长从这么小 长到这么大 这边盖的新房子还是很多的 属于地便宜 大家都来买 对于华人来说的话 就是没有相对的 比如说华钞或者是更多的那种餐馆什么的 西边就是还是不是特别方便 因为还是Box Hill Glen 已经很成熟了华人社区 在小平Center那边有一个中餐 然后压钞基本上就没有 觉得人口越来越多 而且房地产开发的比我刚来的时候 要多了很多印度人 现在可能好多这个新人 就是比如说印度人来了 可能很多印度人会有自己的圈子吧 印度人的party比较多 应该来说的话会说这边会越来越方便吧 然后这边的交通什么也会越来越便利吧 不会有影响 因为这个原来本来我就觉得是个大都会去的一部分 本来一直都以为是 现在说突然间是划分 我就觉得原来也是摸本大都会去的 可能我觉得他也要建一些其他的基础设施 还有包括我听说也要开拓一些新的可能火车线 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感谢观看